汉堡主帅弟子的早晨是忙碌的,他要重了当天的试炼计划,听球探部门给他报告下一个对手的战术分析,然而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工作,弟子与通话的对象开始谈起他的新战术,一个冲出禁区,到中场参与球队进攻的门下。 这些天理,弟子不知道接了多少个电话,很多是教练同行打来,想听听他的新战术思考,弟子说,作为教练,每一个人都会关注最新的战术想法,尤其是他们相信这个想法会给他们也带来成功。 汉堡主帅弟子作为一名得以的主教练,弟子的战术为什么会如此的引人关注,就是因为他对门将的使用实在是太大胆。 一个多月前的世界杯上,前德国火门卡恩作为德国电视二台邀请的评论专家出场,他对这次世界杯上门将门的表现有些失望。 卡恩说,我曾经希望看到进一步的发展,也许门下可以更密切的参与到球队的组织工作中。 卡恩举例说,我看到,汉堡对门将波勒斯贝克的使用是激动人心的,在世界杯上,我们几乎没有看到门将位置上有什么新意。 诺伊尔是门外的代名词卡恩,在世界杯上用一名德意门将来举例子。 汉堡的主义门将波勒斯贝克曾是德国优二家门将,被认为与诺伊尔的技术特点有相似之处。 诺伊尔在国际上成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,那时他就以超大的活动范围著称,在2014年世界杯上,他的大,范围出击定义了门位这个新的位置,让门将真正成为后防链条的一个成员。 不过即使是诺伊尔这样的活跃门将,参与进攻的方式,通常是强力手抛球或热打脚长船。 只有球队比分落后写比赛即将结束的情况下,有可能起门而出去争小球和任意球。 汉堡门将波勒斯贝克可爱汉堡。 当球队进攻时,波勒斯贝克可以跑到中场湖圈附近,承担起一部分中场球员的工作。 他不像诺伊尔一样满足于成为后防线上的一个成员,而是要成为一名中场。 在球队的进攻和防守中,像其他十名球员一样的运动,德国被首轮,汉堡5比3击贝尔恩特布里克。 首发门将从波勒斯贝克换成了米克兰,米克兰的踢法也是一样的。 可见,这种门将直查中圈虎协助进攻的战术,是汉堡的常规打法,而不是困境下用的。 恩特布里克的主教练马尔科夫哲夫说,汉堡的战术令我惊叹,帝尔给了汉堡最现代的足球,这让他们更富有吸引力。 我相信,很多球队在未来会考被帝尔的门将战术,波勒斯贝克杀到中圈虎,现在的汉堡就得到了强烈关注。 去了部首席球塔斯波尔斯,经常在欧洲范围内考察球员,他说,当我去国外时,不断有同行问起帝尔的战术,有些人一直在看我们的比赛,一个深度参与进攻的门将,可以让中场多出一名球员。 这个想法是很棒的,但是需要教练有很大的勇气,上赛,系,第四弹将汉堡一线对主帅的第一场比赛,一比二输给柏林赫塔,当时他对门将的盗胆使用就引起注意,阿森纳球团兼门将教练弗拉瑟尔盼了这场比赛。 他在推特上写道,这个周末我看到了汉堡门将波勒斯贝克的表现,当汉堡控球时,他的位置非常有趣,我喜欢这样,弗拉瑟尔还问道,英朝要引入类似的门将战术需要多久? 汉堡在德国杯张晋级现在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,第四的助理教练基利安表示,我相信,这个赛季在欧洲就能看到两刀四只球队采用这样的战术。 最后决定性的因素是,让门将参与到进攻中,败来的负面效果有多少? 第四相信,他的新战术体系,带来的分数,将高于因此而损失掉的分数。 他说,自我按照这样的战术里面安排球队比赛后,没有一个丢球,是因为门将的站位太高造成的。 在我眼里,这个风险是可控的,与一个站位非常靠前的门将带来的风险相比,一名站在禁区内,却出现传球错误的门将,危险性更高。 第四说,对手拿到球时,至少需要两个三次的调整和传递才能转为进攻。 那时候距离球门还有40到60米的距离,我们的后卫会进行干扰,让门将有足够的时间跑回来。 当然,有门将增强中场只是战术选择之一。 当潘宝遇到防守行球队时,这是有意义的,一旦对手在中场进行逼抢,波勒斯贝克就会后退,如果对手是全场的紧逼,那么波勒斯贝克和后防线,会收缩到进去内。 第四说,我们对各种情况都有应对方案,让门将积极的参与进攻,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赢的每一场比赛,但这是一个好的选项。